大家好 今天聚研堂真是人才仔仔 全壯 Manda介紹 今天是我特別地想到 特別地找回嘉賓上來 大家看到了 首先是嘉俊 大家見過了 《情形時》當晚跟大家聊過 那晚二遊未盡 還有很多話題想說 所以今天是延續Part 2 特別的原因是 男子編 越波越大 當然 而且我是有原因的挑選今天的嘉賓 蕭公子今天是Part of嘉賓 首先來介紹一下嘉賓 例如我身邊這一位 Ebby是一個舞台劇的從業員 經常地做不同的話劇 她的身份是什麼呢? 已婚 因為這一集是需要說明的 加上大家知道是已婚 是一個愛情專家 槍槍 這是我的朋友 今天好像很多人都對她有好處 希望她能夠臨尾找到女朋友 因為她是單身的 網絡紅印 網絡界經常都會主持不同的網絡節目 蕭公子大家都會很熟悉 蕭公子也會很熟悉 蕭公子也會很熟悉 就是這個奪石黃老五 那原因就是 化石黃老五強 我不敢這樣說 上次嘉賓說過 有很多四高的女士 對Ibanker有幻想 不必要的幻想 當然 蕭公子在這裡也可以說實情 但今天的主題其實是嘉賓主講的 當然 這個是專家 但這個是Case 我跟她有一天爭辯 這個是Case 所以今天 Manda是切局的 全眾 其實今天我很開心 我是有東西看的 希望家庭觀眾也會很開心 當然是嘉賓很重要的 因為始終 今天這幾個個案子都放在這裡 你可以代表你女性的客戶 又可以有些問題 等等的事情 當然也希望 連網絡中的家庭觀眾 網絡男或女也好 如果你是單身 不單身也好 都可以透過我今天 就知道多一點 好了 講完我的intro 交給你們 嘉賓嘛 當然 嘉賓 今天給了不同的部分 又這麼巧 是人版的 已婚的 坐在那邊 對 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 大家都是這麼巧 因為最需要輔導的 對 慢慢的 不要這樣說 好 我做了intro 很明顯 到我沒有話說 記會 已婚在這邊 已婚就沒有急 你不要笑我比較快 其實我們開始之前都很辛苦 好 我們已婚的開箱餃 大家既然這麼想說 就這樣 香港的單身男生 因為你看到我今天的混合 都有不同的 generation 譬如我們現在很熱門 很想找女朋友 因為窗窗正是成年 找女朋友 很高興的 蕭公子有很多女士 很有興趣的背景 等等 有學識等等 等等 加上我就想問 這間的女士 坦白說 很想找伴侶 首先 在這個工作崗位 在職業上 或者在一些 他們看下去的外觀上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有什麼要求等等的事情 發展給你了 對男士的要求 一望 第一眼 因為現在暫時 我們先去未婚那邊 對 對 其實我是有心 對 局來的 很難得 每一集都不可以認真 今集都可以認真 我自己覺得 窗窗應該很受歡迎 造型 應該很受歡迎 造型是一個問題 我過往認識的朋友 都會聽到負打的句子 就是 看你的樣子 已經是很多女朋友 認識很多女生 要認識很多女生 對 而事實上 我也有很多女性朋友 但是 就 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拯救一下我 沒有問題 剛才開麥克風之前 我也跟窗窗聊過 我是覺得窗窗你是不是要求高 要求高 其實我反而是沒有什麼要求 如果你說早幾年問我 認識一個女朋友 或者想自己的女朋友是怎樣 我會答到長立花 眼大大 但是現在你問我 我反而是答不到 我有什麼要求 OK 但我過往做的個案 通常我問她有什麼要求 她都說沒什麼要求的時候 其實是最多要求 首先 女生說這件事 效不對心是很正常的 男生可能真的有機會大一點 男士都是效不對心的 是嗎 遇聞其詳的 你也說少一點 她說她沒有什麼要求 介不介意說多少歲 我三個月頭 你問她不是問我 三個月頭 三個月頭 OK 我也是 三個月頭 很開心 三個月頭 我三個月頭 三個月頭 應該是這樣 怎麼說呢 我以前拍拖的經驗 都是不多於兩年 還要是 我多數是被飛的 OK 很可憐 大家聽著 我看不到 即是比率偏高一點 但原因 其實不會很清楚知道 因為今時今日 即是這個年代 她不會跟你說得很手入 不是很坦白嗎 我為什麼不喜歡 或者為什麼想分手 即是短信飛人 不是不是有這些 有這些 有很兒戲的 也有很認真的 也有 但我多數會負打一個條件 就是 你是很好的 或者你會找到一個更好的 即是給你一張卡 好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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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拿完這張 然後就想 究竟什麼事 其實到之後 認識女生 認識到很多 但其實我自己的心態 就是 例如我出來吃頓飯 就聊聊天 就已經知道 其實我已經知道對方 是否適合我 好人卡 我會吃頓飯 有哪些類型 你立即知道是不適合你 即是說話很假 或者你一聽到他 就很拜金 即是最近很千尺 我已經知道 沒有二千尺 那無謂再說下去 即是你聊天的過程 聽到對方 正在望的 或者要求的事情 自己是現階段 甚至乎 我有 都未必會 即是一時 即是三刻拿出來 這個就會是 算了,做朋友 我便會分開 分開了 OK 然後 譬如我自己喜歡 一些比較爽直的女生 那比較爽直的女生 可能會保持一個聯絡 這樣 問題就是這裡 我想保持一個聯絡 因為 很多女客人 我跟我說 她偶爾找我 WhatsApp 然後 是真的還是不是 對 有時又斷 有時又想見面 想出來 永遠沒有空 他們就很 很挑剔 究竟這個男生 是不是真的對我 有感覺 是真的 喜歡我 我想 問一下 即是男生 即是單獨 你會怎樣看 你真的 不想 第一 有些男生會怕 被對付 即是不去批評 有些要儲勢 什麼叫儲勢 儲多點 有很多興趣提示 就覺得這個女生真的喜歡我,我才去馬 現在很多旅客戶面對問題就是這樣 這類的男生有很多 你意思是我們作為男士要等女士一些信號才去做 儲夠了,儲夠很多張卡,然後我就轉移 我收了好人卡 我可以拿一批閃卡出來 我反而不是,我的感覺就是 我剛才說我會分開了,如果我覺得沒什麼可能 其實我不會主動聯絡 但如果覺得有可能發展,或者可以做到好朋友 其實你不會說每天去談 但你前提剛才說做到好朋友 那也不會每天去談 我意思是否不應該將 例如我有好感的女士定在好朋友那裡 這就是一個問題,會不會是 真的很多人這樣發展成好朋友 女生的問題也有,男生的問題也有 經常都說不知道為什麼會掉到朋友圈 好像兄弟,好像朋友那樣 你會不會一開始界定的時候 剛才你一說那句,界定她是好朋友 但其實可能有可能性會成為女朋友 但你就一開始那個概念擺錯了位 其實會有分別嗎? 將她擺在哪裡的時候 擺好朋友就是好朋友 會的嗎? 我覺得潛意識更加強 即是不可以意識呢? 對,一定會變成 如果是這樣,我所有女性朋友 我不是要分三個女別嗎? 嘩 我個人的立程是怎樣的 我經常跟一些女客會說 其實他們會先做朋友 跟一些男生做朋友 然後再慢慢了解 然後看對了,覺得OK了 那可能再慢慢再怎樣 即是,我現在說話未必是對的 純粹代表了我的想法 我自己覺得了解一個人 最快,最清楚 是要跟他在一起 跟他拍拖 你跟他拍拖才真的… 即是你說做朋友 然後慢慢一年半載 即是沒有鬥彎 其實不是沒有鬥彎 對,即是不會很快 所以一開始就拍拖 這樣就叫做了解 很難的 其實通過拍拖而了解 我知道可能很難 可能很多人會… 不是,很難的 但我首先想問問一個問題 這個剛才的女性問題 是否不同歲數都有剛才的疑惑 可能比較年輕 可能20多歲的小朋友才是這樣的 可能去到成熟一點 他就不會要儲齊所有信號才去 不是,現在… 是任何歲數都是 是啊 即是去到四字的女性 也有很多 我要恐怖一點 整天都問我 即是說那個男生究竟是否呢 我剛才告訴你 可能很多人不相信 我不是說你從做朋友開始 然後再拍拖 這樣是最主意的 但出發點是 如果你說這樣為之了解一個人 其實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大家都會有一個面穿的 即是戴著一個面穿的 即是我去接觸… 角色扮演 對,即是我去接觸你 當然Solo我最好 但未必是最真實的面穿的 但你真的相處了 你拍拖 你就全部出來了 那些東西 即是這樣 通過這樣 其實我想說的就是 想一些女士 就開放一點 即是說 即是開放一點 即是開放一點 去覺得 我真的可以嘗試 去跟她拍拖先 即是不要經常說 我看久一點 看定一點 這個又看定一點 即是我剛才收到一個WhatsApp 我現在好像有幾個選擇 有幾個 覺得幾個男生都不錯 但永遠都不去那一步 即是… 男生不去還是女生不去 雙方都不去 雙方都不去 那就變成了 你永遠都是朋友 我覺得會這樣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 會不會是經常都覺得 可能我做了好朋友 做了好朋友 然後才再 再接觸 我想問一下 窗窗的情況 因為剛才以你的理論 基本上每個人都拍了 才要了解 但是… 最精彩的 最精彩的 但為何你不走這步 其實說真的 你… 即是吃女生很容易 只是這樣而已 這叫惡頭會襯底 事實不是這樣的 你不去投放這個資源 或者為何不去做這個動作 你是不是覺得我沒有追過女生 我是有追過女生的 哈哈 我是覺得你可能想太多 因為剛才開幕之前 有跟你談過 是否要求高 然後你就說 我想找一個對的才拍拖 在找的時候 你有甚麼去判斷 那個是對的 所以我一開始就問你 你的條件 找的條件是甚麼 如果你的條件都很模糊 根本你就不知道 然後就做朋友 那就吵了一大招 如果槍槍要拿回個案 才對照你的指引 是否見了 因為我經常聽到一個很過癮的笑話 為何要把她放在一個圖片 是朋友的話 這麼晚就抽出來 因為做朋友做得好 我真的聽過 真的聽過 這女生會害怕 怕一旦拍拖 拍不成朋友都不能做 一早已經放在一個圖片 其實是很難升級的 很多人誤會了這件事 因為我之前也有一個朋友 就是這樣 她找了很多都沒有 但她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其實一直跟著她 很支持她 最後她的朋友 忍不住 她就開始害怕了 那女生就害怕了 就不知答應了 但其實她也覺得她很好 所以記住 你真的經驗 你千萬不要相信那些女生 說的那麼多 她說先做朋友 她說沒有 你已經可以不理 但放在朋友的圖片的話 很難轉身份 是有難度的 反過來 現在的女士 就是開明一點的話 拍拖追不成 反而她不僅僅 做了好朋友 做了好朋友 是是是 尖巧一點 不要說 尖巧一點 就逐漏了後腦 所以今天蕭公子有很多資訊 當然不是 相信可以對應他的案件 跟專家合不合 像蕭公子所說 可能有一個潛台的詞 就是很怕自己做兵 潮流輕狂兵 我們可能很敏感 就是很敏感 我們是敏感的 如果問我會不會做兵 不會 你會想的 當你放一些東西下去的時候 或者當你一起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會期望一些反應 或者是結果會怎樣 但做完這件事之後 那件事不是你如期 反而更差的時候 一次、兩次 我會跟你說沒有第三次 這些你可以說是原則 即是無謂的原則 但其實也是因為這些事情 你說如果要我放下 不斷地做下去 做到他以為止 我不是沒有試過做這些事情 即是傻豬這些事情 每個人都有做過 但是做完 當你全身都是戰後 你還肯不肯去做呢 這些是一個問題 那我就覺得是兩方面 第一方面 Approach 不代表是做兵 對 很多人將男生 去主動追求女生 就用做兵的方法去追求 我覺得這個男生是要學會 其實跟女生差不多 即是你怎樣吸引女士 但不是我要去做兵 即是做兵永遠吸引不到 我覺得是擺錯了 如果我這個不行 即是不是用做兵的方法 這個不行 那我就下一個 這個不行就再下一個 但剛才你說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沒有第三次 是因為你用了做兵不行 做兵不行 當然不是我 爸爸 爸爸 OK 爸爸不是你 他不會應徵的 因為他不做兵 他不會服役 他不會服役 即是我就當作追求女生 即是我很表明我的立場 我覺得你OK 我想跟你發展下去 然後通常 不知道為什麼 很少是一下子就有回復 即是可能會想一下 或者是 不是幾多歲 我很興趣 因為為什麼呢 有不同歲數的男生 反應是會不同的 二十多歲 這樣就可以想一下 二十多歲 反而是 你說很擺明出來玩的 這樣又很爽快 玩的又是另一回事 是兩回事 所以剛才說到 可能我自己敏感 如果我覺得我自己 被列入兵這個行列 其實不是 有雙方的 你說得對 可能是自己放自己 在兵這個位置 亦都是有女生 將你放在那個位置 但其實你自己去 自己知道 那當然不用理會 如果他真的當我是兵 我想問題是 說得很好 究竟不是他 在兵 很多男生 就是放在 我要接觸女生的時候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唯有做兵的方法 這可能是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 剛才我聽阿昌說 我看到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上集說到 現在女士要不停為男士加油 就是說要很多信號給男士 因為剛才昌有提到 就是說不知道是不是 我可能會有一點保留 我看到是類似的意思 可能男士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會這樣 其實應該很勇敢 我就去碼 不行就不行 就是別人 很勇敢的 但是 可能你代表了 不是 你說出其他男士的心聲 我覺得很多男士的心聲就是這樣 因為令我疑問 譬如說要勇敢一點 給一些信號的男士 那 假設有些矜持 對呀 現在男士 欣賞不欣賞這件事 要不要他就不用 基本上我就想你告訴我 行不行 還有沒有需要這件事 因為女生起碼只有一個支持 你不用 那我不需要矜持 就回覆你 或者再主動一點 男士 我也是男士 其實有 當然是要有 但是你過分的矜持 不就是會令我 軟回頭 什麼叫過分 可能解釋不同 譬如 譬如你去玩 或者晚上有些吃飯的活動 我作為男士 可能現在冷 或者來參加你 下一場吃糖水 或者接你回家 一次、兩次沒有回音 或者是我已經回家 總之收到的回覆都是rejet 然後你不會再勇敢去試第三次 可能你會過了一個冷河 那個冷河是什麼呢 可能約他去看電影 或者其他東西 可能他晚上的時間 是不太方便的 即是我會這樣想 然後我晚上這個時間 不去找他 我就先找他其他東西 吃東西、看電影 先做其他東西 過了冷河 到你覺得 感覺是OK的時候 就再走回那一步 那我想問過了冷河之後 會不會OK一點 一時時 OK 一時時 我有一個古怪的問題 你決定目標之前 就做了背景檢查 例如呢 例如 生活習慣 有什麼圈紙 有什麼興趣 連Facebook也找到出來 明明是早出晚歸 9時已經回家那一隻 你很明顯 專業的Ibanker的做事方法 很清晰的事 是背景檢查 是背景檢查 歡迎男士 可能未必會這麼專業 還要玩遊戲機 背景檢查一定有 有其他興趣 正常會檢查背景 背景很正常 現在Facebook有這麼多東西看 其實有的 我看了一件事 是不是Single 嗯 這個 是不是比較直接 嗯 怎麼為Single 即是有拖拍也不叫Single 有拖拍也不叫Single 蕭公子原來你的世界觀 蕭公子有什麼 記住 一日未嫁都不是叫 一日未嫁都是Single 是的 他的解釋就是這樣 一日未嫁都是Single 我聽過很多說話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認識會有報應 嗯 報應了什麼 不知道 可能我今天 我搶了你女朋友 然後可能我一天 不是搶 這概念就錯了 專家要開解一下 這個不是搶的概念 一日未結婚都是Single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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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了另計 我聽到你的話很多 但如果作為現在Single的男士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說三字頭 各方面條件都可以 其實應該很搶手 你有沒有這個同感 其實真的 我只可以說 如果我要隨便找一個女生拍拖 其實是有的 但是為什麼我不去做這件事 一來可能我覺得 與其是我隨便 你喜歡我 女士先表白 然後我接受過一個女士的話 然後我會覺得 我不喜歡你之後 分開是很難堪的 我覺得這件事 所以我 不如不要 我都沒有那種感覺 你剛才說我先拍拖 你沒有那種想為對方好的感覺 我覺得我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不如我找他 他說的感覺不是魚翁殺網糧 他是一些很直接地 很負責任地 寧願是在未開始之前 想清楚才再走 那樣的感覺 奇怪 那人我奇你 我覺得前提你是 除非你極度清楚 知道自己要什麼 那你可以這樣 我覺得他有一種 是有點像一般男生 我有一種朋友都是 包括我自己也是 講感覺 就是說你要見到 你要見到一個女生 其實真的 男生也會的 你看到一個女生 她是吸引你的 起碼她立刻會吸引你的 男生也有心中 你覺得OK 那種你才會去 不是說 其實我也有很多女性的朋友 很多很多 做畫劇 做電影 很多畫面電影 很多美女 但沒有感覺 我有問題 代表女性問的 男士對女性的感覺 是要深入還是比較輕陳刺激 美女都長大 她剛剛提出這個問題 身材好 她剛剛提出這個問題 你們都是男士 每一個都有不同的感覺 我們在專注 你不要再這麼說 三個 這個最經典的 你明白了 很明顯的 最嚴管的這個話題 我不擔心的 我也不擔心 但是你說怎樣去 說真的 男士是很膚淺的 我承認 我承認 那一開始 當然要看你的外觀 看你的外觀 如果你的外觀 令我不想跟你說話 那就不會有任何發展 但是你的外觀 令我吸引到 我來跟你聊天 或者認識 然後下一步 吃飯 吃飯 然後在吃飯的過程中 聊天 就要了解你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要了解的 如果你說拍拖 再可以了解清楚一個人 我認同 但是在吃飯 去到拍拖 其實中間也有一段很頗長的距離 你怎樣可以由吃飯 變成一起拍拖 這是一個學問 對我來說 明白 明白 是不是很多時候 男性 男士是很膚淺的 坦白說 內在尾的 那個有感覺 剛才提到的有感覺 其實男和女的有感覺 是很不同的 男士的有感覺 其實就是外表吸引 我經常跟女客戶說 男人就是這麼膚淺 他說不是 加上我很有內涵 我抱歉 期待這件事 很多女士都期待這件事 我說抱歉 我們男生不是不看內涵 內涵都很重要 但是我們會先看你的外表吸引 我才有興趣去了解你的內涵 如果不吸引的話 你有多少個內涵 我都不會想 除非你是我的朋友 認識了你很久 我已經知道你某些東西 但相對也很難搞 剛才說的最怕爆發的朋友劇 我想再問 也要提醒一些女士 你會不會提醒你的女客戶 甚麼年紀都好 基本上也要執拾基本的外觀 去吸引男性 要啊 我覺得基本化妝 真的很基本 因為我試過有一次 有一個活動 類似Speed Dating的活動 即Table for Six的活動 我當過主持 接著有19個女士 19個男士 他們就Dating 好像一半半 真的一半一半 全部都是Single的 然後結束之後 剛好翌日那位女士要來上課 下課後就問了一個問題 家俊 昨晚我的表現如何 我便 表現 要製造的 要製造的 我便說 坦白說我對她不深刻 因為那晚10個女士 我只對兩位女士很深刻 因為一個笑容很好 很友善 另外一個是很漂亮 最漂亮 但又很酷 我對那兩個特別很深刻 坦白說我對她不太深刻 但我印象中 她就給我一些評論 然後我就說 昨天也算是很多人 加上40人 我說為何你會不化妝 然後她說 什麼妖言 家俊是我化妝的 哈哈哈哈 不是這個流行 然後裸妝 但是 淡一點 後來我就再說 我印象中 她身形不是很高 我印象中她穿了一條長裙 然後我就說 我說為何你會穿一條 這麼長的裙子 她又不是很高 是否以前八九十年代 那些長裙 長髮那些 類似的概念 但她最有趣的跟我說 喂 家俊老師 我是穿了一條短裙 哈哈 即是 即是你都記錯了 不是 不是 她覺得短 其實她覺得長 是不是吸湿的 她覺得短 她覺得化妝 她覺得短 其實是 其實是很長 即是她的短裙 你問一下 她的短裙是甚麼短 甚麼叫做短呢 吸湿 不吸湿的短 即是 她的落差 和真相的 即是 我不是說要穿迷你 即是 原來沒有時尚性 是的 我不是說要穿迷你 很多沒有時尚性 都嫁得出 而且是多少分 只不過 她不是經過那個渠道 第二個問題 科類就問這個 唱到甚麼渠道 收到好人卡 為甚麼我要問這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有時候女士真的以為自己發作 是的 以為自己發作 以為自己穿一條吸引到異性的短裙 但其實對於男性來說 你的眼妝是長的 即是我不理現實 可能她只是及失之類的 但在她的印象當中 是一條長裙 那條長裙 即是我不是說她要穿迷你這裙 但即是 即是那個場合 和要看自己的身形 即是 她買的時候是短裙 穿完之後變成長裙 男士如果記得你上次穿甚麼裙 那已經是天才 我想我印象中 就是這些 多謝小公子的提點 但如果你留意那個人 你真的會留意到 你會留意到他穿甚麼裙 他那天穿甚麼鞋子 真的會留意到 這也是說男性的一個很實在的情況 就是在腦裏殘留的 就是她對你的印象 這是很實在的事情 剛才為甚麼真的有外觀 因為坦白說 有些朋友需要再找 另一半的數字都已經到達三至四至的部份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她會看我內在尾的 就不做化妝的事情 然後體型就出現了問題 開始就越來越深廣看一半 問題就是 妝、身材基本上是 會不會覺得真的 適當的授術是真的好處 所以我需要肥肥的 因為這是很實在的 你們男士的看法 對現在的女生來說 先問一下蕭公子 很重要的 我一直在專注的 問我不好意思的 很多 你的粉絲都很想知道 你的圈子比我更廣 反而奇怪 奇怪在你甚麼渠道 認識你的女士 可以收到好人卡 你都會逐人撞 我的朋友圈都挺多的 都挺廣 你會玩遊戲機 又會玩遊戲機 亦會有正常很斯文的朋友 有很多時事互動 這個人 首先這兩位的男士 這兩位都不是宅男 即是我遺憾的 還是找到宅男上來 我努力地找到 我們宅男在聽 我們扮宅男 對 很多人在聽 但一般來說 即使見到那麼多 其實很多時候女性 也希望找一些 有性感 又看起來很聰明 這些條件是否是女性的條件 即是說起碼感覺上 她又說是社交的 即是後養霧 這些就放在那裡 但她們心裡想些甚麼 可能會有很大的落差 即是基本上 你起碼基本 即是我不肯定 可能是你有很多朋友 但她吃飯 你都不能以為自己化了妝 穿了一條 她以為她短裙出來見人 即是這些會否可能是 你們有沒有其中的考慮因素 或是可能 那個已經是後期 那個是我自己有感覺 之後才再想這些 即是我自己坦白重寬 免得再想 很大誤會 因為我說了out focus 不一定作為標準 不要這樣 我反而會看 不是她是否刻意點穿衣服 而是那個 occasion 像剛才姊姊所說的 你明知那個是群方敬意 是真的 你自己擺明的 你自己扮得那麼漂亮 你想怎樣 所以就 除非刻意點穿衣服 即是contra style 我沒有說話 問題是如果是盛裝場合 你不懂得什麼是盛裝 這個時裝不在 或者是一個假裝場合 你根本也不懂得什麼是假裝 很大件事 你不認識場合 你不認識場合 不知道場合是什麼 於是有一個警號 就在那裡靠近了 到底她有沒有腦子呢 我也不可以說她沒有腦子 就是一天晚上去試吃的 類似是適合人的 對的 然後有一個男生來BBQ穿西裝 什麼 他都覺得 哇 很厲害 他在扮著占士幫 就明白了 占士幫永遠在西裝 明白的 我也有女生去釣墨魚 穿高跟鞋 然後就很受保護 因為怕她不知跌倒 她是否有好招式 男生去報告 都是好招式 是對的 小公主 我只能這樣 她有沒有 我想說的那個時裝 不是一天早上的模特兒 是對的 到底你兩個人相處 你知不知道那些場合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反過來 那些昂蠟 突然穿西裝 她BBQ 除非你扮著脂肪 可能她會配合到那個女生 要是不配合 或是不配合的人 可能會比較好 但會不會在你的公司裏面 那些客戶 她是那個人 但她想要找另外一個女生 所以是這樣落差 所以經常都無法配合 因為我覺得還可以的 我經常覺得火星人 就是她去找火星人 她不會找火星人 她去打遊戲 起碼是爽直的 明明說是一個女生 她不會找一個女生 不要緊 蕭公子希望今天我們完成這個節目 基本完成了一個 把我賣出去 成功賣出 高價估出 剛才說的一件很有趣的 例如剛才嘉慎說 我要找一個歐高營的 我要找一個開朗的 我要找一個talkative的 現在talkative 開朗 歐高營的我 坐在這裏了 或者當我和一些陌生的人 好好聊的時候 然後你會想什麼 有喝醋 你會說 你阿豬、阿狗都可以聊 一整個小時 你又出去吃飯 有 你是不是真的找這些 你找這些的時候 後面就是這些 而且我很明白 那件事就是 譬如我要去吃魚柳包餐 魚柳包餐裡面有什麼 有可樂、有薯條、魚柳包 我只是想吃魚柳包 我可樂和薯條 我不要 這個套餐是這樣的 有時候你要選擇一件事 一定是有些東西 在後面 所以說你什麼接受 什麼容忍 什麼接納對方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不是真的做到 就是一個問題 你做不到 還是女士做不到 我講的是女士 女士接受不到 我了解 因為我都試過 我之前公司裡面 有兩個同事拍拖 同事一起做的 然後拍拖之後 忽然那個女士 突然出來見客 但你進來做事的時候 已經知道了 她還在辦公室發爛 嘩 最後搞到兩個都不做 但結婚了 OK 也有的 女士的想法 阿昌昌提出了很多 我女朋友的問題 就是相處知道 以及他們究竟知道 即是不清楚自己需要什麼 這個是 附帶的條件 這是女士通常都會發生的問題 這是一個配件 對 或者找一次一集 可能是女士上來 可以先預告 可以有興趣 跟女士去溝通 看看她們怎樣看的問題 一定有雙方 槍槍的個案是女士失敗 對 所以我覺得下次有機會 跟女士去談這個問題 而且還未合得到 所以一定是有些相關的 因為我經常問 很實在 因為我經常問到歲數 我相信歲數跟成熟有關 譬如說 你有一年歲小妹妹 這樣會被人照顧 我當然可以不顧一切 你來喜歡我 但到差不多 可能你工作或歲數 其實正常來說 你應該要成熟去想到 相對 譬如簡單 你玩一個套館的 將人吃飯是正常的 為什麼她會有這樣的法難 可能她的成熟程度 跟歲數或眼界 可能是不正正比的 因為我不肯定 因為剛才槍槍說 她一直都找那些二十多歲的 不是一直二十多歲 對不起 因為我三十頭而已 其實這些都是輕子弟戀的 說真的 你說什麼年紀 你說大過我的 我有試過 你說小過我的 其實不會多過五六年 其實很多男生都喜歡找二十多歲 甚至到 我不說這個題目 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我想問一下 不是什麼年齡的女性 其實你會不會 作為一個女性 你會不會接受你的男朋友 或者你的老公 歐居然之餘是 經常要跟女生去吃飯 聊天 或者玩 你明白嗎 其實問題不是這裡 問題是年齡的女性 我這樣說是妒忌也好 或者叫做不開心也好 因為我的男朋友 或者我的老公 她有這麼多女生 她要去陪的 或者吃飯 你明白嗎 說經常都要約 你這個比較害怕 我意思是陪吃飯 你可不可以 即是社交 當然不同年齡的女生 可能會 剛才你說的 思想上的成熟 是未必夠的 我猜我猜是 或者是性格 或者是包容程度 或者是指控能力 也有重要的 但我覺得女生 很多 我認識很多朋友 或者人們都會問我 我覺得女生 很多都不接受到 那個男朋友 或者那個老公 結婚後 或者朋友拍拖後 你還可以繼續 跟這麼多女生在一起 那你就不要找一個 這麼高興的 即是我很實在 有些都 譬如你 責男有責男的市場 專家說要輔導 她是女士 你會說多一點 因為剛才她說的問題 是一樣的 如果我自己多計算 數女生 我不可以的 那你就不要找 這個很實在 但我也不肯定 可能會覺得 現在拿出來威風 又會好一點 是因為那個幻想 比自己的看法 專家家俊 很多人是否利用輔導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剛才說 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而且我覺得是相處之道 即是我很清楚 自己也知道自己要什麼 但到你相處的時候 可能是兩回事 沒錯 所以我之前上午說 我現在也有很多 可能是雙人 離婚或是婚居 就是問題是他們的相處之道有問題 即是互相溝通 男士也有責任 我如何推薦到自己出去 跟那些女生 即是我見其他女生 你也要有一個方法 令對方接受 我覺得男女也要 其實都是一個溝通問題 對 對 當然 為何今天會有兩邊 一邊是單身 一邊是結婚 即是結婚的 有些原因 即是很實際 因為兩邊 當然希望知道 我經常說 如果你結婚了 你當然有些原因 你至少有個人 願意答應到你 起碼結婚了 即是一定有些原因 譬如相處的原因 一定會有的 所以現在就結婚總了 謝謝 終於到你了 即是成功了 人生成功了 即是剛才他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可能在約會的時間 或者可能在見面的時間 你已經過了 那你為何會這麼順利 或者為何你會最後 這個女士可以結婚 走在一起 當然有些是不同的 即是剛才他們說的問題 其實你的情況是否完全不同 還是能夠解決 也不是 因為我也是男生而已 大家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我也是怕成檸檬 但我覺得我自己 剛才我所說的 其實我也是 我講感覺的 即是我會見到 其實我也有很多女生 即是我做 拍攝 有很多女生 但我覺得我沒有感覺 我只是做朋友 真的放在朋友箱上 但我看到我太太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有感覺的 那你問我 那時候我設定了一些規定 我要什麼呢 長髮、大眼、高、瘦、美、 這些一定有 全部都設定了 我也是很慘的 又是短頭髮的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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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找到的也找不到 但真的看到我太太的時候 我是… 我留意她的 你是否剛才那些 她那一刻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機緣巧合 即是看到她的心中女神集 是 是 真的是我覺得她 叮一聲 我吸引我 那我真的 然後就立刻想辦法 如何認識她 接著就發訊息 約她去看劇劇 然後做一些事 但是我比較直接 我知道… 有什麼東西 我接著先說,我直接約他吃飯,我又直接試他,我試他有沒有男朋友 你問還是做什麼事? 我試他,我不是問,我問他,因為他剛剛過了生日,他剛剛過了生日 我就說不如我和你補助生日,我約了他吃飯 吃飯當中我已經很聰明,我買了一隻巧克力和啤啤紅的公仔 就當作是一個禮物,不要太明顯 很明顯的 對,小小弟 然後是啤啤紅的 啤啤紅是啤啤紅的,女生很喜歡 接著我跟他聊天時,我說 你剛剛過了生日,你之前和你男朋友一定很好慶祝 或者非常好,怎樣怎樣怎樣 他就回答我,不是啊 他說,沒有?不是嗎? 我說,不是啊,我也沒有男朋友 裝傻 裝笨是有用的 其實我和你一樣,我也不喜歡認識一些在拍拖的女生 不想的,我也不喜歡 認識不重要 不是,我才是認識的 不是,他想回來或是分享 對,如果我一知道他是有男朋友 那我就算了,我就不會再做任何事情 我就會退了 但他沒有,沒有之後就覺得對,有機器 然後我就跟著 聰明的女生會沒有 我平時有什麼興趣 或者是我怎樣怎樣 或者是我的背景 這些話題是會做的 其實應該是自己去做的 對,對,對 我就令他想著我 我覺得如果我去問他太多事情 他可能都有防範 但我先說我的事情 首先你要知道我的背景 你的背景 你對不對 我先問我有沒有機會 然後說完之後 我再在第三次約會的時候 再試他 看看他有沒有興趣 三次成功向出來 對 但我之後 我真的拍拖的時候 我就問他 我問他 第一次拍拖 就是我約你的時候 是不是三次拍拖之後 第四次就已經在一起了 是不是三次見面 三次 第四次就在一起了 對,我第三次 其實我第三次已經提出了 哇 我直接 因為我覺得我不喜歡拖來大水 爽的 我追了很久 我找了適合我的女生很久 很多年 都未遇到 但當我遇到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我真的有感覺 我覺得我不需要再拖拖拉拉 我就直接上去 他又沒有男朋友 他又沒有說不想見我 又沒有說什麼 即是有機 沒有男朋友這一句 可能看什麼人是說的 他可能那邊飛得很快 你試了一次就是 因為 例如現在 市面上 有很多很複雜的關係 是 即是沒有拍拖 不過我離婚 還要搞了一些東西 古靈精怪的 所以你只試了一次 基本上 你很相信他 我很相信他 是的 我覺得他沒有必要欺騙我 當然 你說你又要搞大槍大龍鳳 可能拍拖之後 我才知道 但是我自己覺得 但是厲害的女生會裝笨 應該這樣說 會不會是你們都有一個目標 是希望維繫一個有價值的 長遠關係 比如結婚等等 所以你才會這麼坦白 說一些真實的事情 我是正常的 我是但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你是正常的 不不不不 即是在過程中 為何要吃飯 為何要聊天 就是你講話給我聽 我相信 你相信我我相信你 這樣才可以去另一步 你沒有這些聯繫到的時候 坦白又有好處 當我和你聊天 你很爽的 你很直的 我再告訴你 大家互相回來的事情 都是這樣的時候 才可以去到下一步 如果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轉彎抹角 你會感覺到 沒錯 但是我想問 當然有這麼多騙案 很實在 或者 所以我把背景檢查 不好意思 我有一點 很多時候 覺得男士 隱藏了自己的關係 聽到很多女生 也差不多 才知道她的婚生兒子 是 女生很傷的 有時候沒有辦法 坦白 都會不停迷 沒有辦法 這件事 是不是她們 這麼坦白的人 多不多 我先說回 你坦白 即是說女士 你說信任 其實因為男生 不是真的很多事情 被她騙到的 對嗎 女生被男生騙到的 真的不是很多 你不會很笨 叫她 過錢 那些 不是 不是說網上成員 男生 其實這件事 都很敏感 你不會騙到什麼 你吃飯 反而女生 可能會擔心多些 被男士騙 所以站在男士的角度 那就是後面檢查 對 她說什麼 男同女都應該是後面檢查 應該 真的應該 對 她說什麼 整理解 其實我自己的理念是什麼 我從來都不會 不是很懷疑 因為當你夠自信的時候 你會容易相信人 真的 如果女士夠自信的話 其實你也會容易相信男士 但問題是很多女士根本就不夠自信 然後就會想 那個男生這樣做 是不是喜歡我呢 或者相對 那個女生是否真的喜歡我 因為其實 是不夠自信的 如果你是很夠自信的話 其實我不會考慮她 騙什麼 有什麼問題 我也不會考慮她有沒有男朋友 我不會去試 我不會去問這些問題 去試探她有沒有男朋友 因為如果她出來 如果OK 我剛才所說 我可能比較直接一點 即快一點 那就在一起 如果不需要再去問她 究竟有沒有男朋友 或者什麼 因為我自己夠自信的話 我是不會去想這些 有 兩個人是很直接的 一個人是直接問 直接問 你是有男友 你就不要被人約到 所以簡單 我想看看你的客戶 有沒有一些女士 看得太多韓劇 中了毒的 我們要緣分 我們又要 要外星人來的 要火星人 說真的 有很多人 我上次都說了 記住是有外星人的 對 我想帶出這個概念 就是直接是正常的 這些是很正常的情況 知道就不是最大 但有些人說 不是的 你應該要怎樣包住這間餐廳 看了韓劇多 看了一些故事多 那種幻想 那種幻想 說了女士一定會有 但你出來現實 沒有可能 直接問你 有這麼直接的嗎 不是要搞一段 有些人 我覺得有些女士 是有點自己 古靈精怪的 那我就說 這些女士 是不是出現問題 比較多些 或者怎樣處理她們 其實韓劇也挺 害人的 很毒 害人不淺 害人不淺 是男士 太壞了 有些女士 經常期望 我有一個很有錢的人 突然無故 就要住生家 沒有家裡找到我 就算不是要淺的 要分別 要很均 愛情 即是在疼的時候 後面要有煙花 那種地驚天外戀 那些 那些紅劇太多 雖然我沒有看過 但我都知道 我上午提到緣分 我每次都會很生氣 當有些客人跟我說 我等待緣分 我上午說 我這次又不多說 其實緣分是要自己爭取的 但我反而有趣地 我遇到很多問題 就是我想揮手 就是很多女士 他們去約會的時候 剛才Alvin 說得很好 就是嘗試去討論自己 讓別人清楚 別人的防備心對你少一點 其實相對女士都可以做這件事 是嗎? 如果一個女士很討論 是不是你們的興趣大一點? 我當然想問問 因為我們會覺得他們對我有興趣 對 因為女士討論 我就會想 不是阿豬阿狗都說那麼多 對 他說那麼多話給我聽 為什麼呢? 是否真的喜歡我呢? 是否都有好感呢? 所以其實大約很失徒 沒有所謂的矜持 因為你很失徒 不太激 但我覺得有一個項目 我想提到 很多人會問錯話 說錯話 這是最大的問題 這是溝通的問題 發動技巧 最多的問題是 說錯話是什麼 我不知道在座會不會 如果是我的 在座會不會 在座會不會 對 男也好 女也好 但女也會犯錯誤 多一點 在約會的時候 因為我在合唱公司做導師 他們去約會之後 我會檢查個案 有一次有個學生就說 家俊 我問他們 他跟男生約會出來 談了什麼 他說 這個過程很好 很開心 然後 我叫他們多說一些 我們很像朋友 很友善 很像朋友 然後說你們在說什麼 他們很喜歡提到一個話題 就是 之前約的那些男生 或者女生是怎樣 OK 如果在那些成功 我想說些什麼 就是 那些女生很笨 問這個問題 你之前拍過幾次拖 你之前那個男生可以怎樣 其實是極度愚蠢的問題 因為那個男生怎樣回答 因為那個男生怎樣回答 回答那個次數是多少 你也會不開心 你也會不開心 一次就說一次 你這樣回答一次 你會很奇怪 如果我回答你十次 你會覺得很濫 我回答五次其實也差不多 其實是很意味的 但很多女生很傻 很喜歡問 但其實坦白說 女生問完 怎樣回答你也會不開心 因為你會比較 你一次又會比較 第二次又會比較 怎樣都會比較 最蠢的男生是什麼 就去問 最初那些男生 即是我說 很多女生會問 如果女生不問 那便好 男生又喜歡問 那些男生也喜歡說 因為女生問 我覺得有一點正常 因為本性上 女士都比較白 所以他問 但是男生那個白 就真是古怪 男生要不就不問 就說 說自己情事 其實很多語 出來做約會的時候 他們互相吃飯 吃飯 剛才張說吃飯 然後說到自己之前的女朋友 真的很傻 因為你給了一個機會 他問你 而且女生會比較 就是說 我說到 有些男生會 博同情 我之前的女朋友 被他飛 又被他騙錢 然後我曾經很愛他 曾經為他做了什麼 其實那個女生聽到 其實坦白說 會有什麼反應 即是拜拜 對,拜拜 即是說真聽完 那怎麼辦 拜拜 但是很多男生以為自己做了一個好的辦法 哇,正啊 我這次博同情 哇,我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他又看錯了一些事 對,就是 我曾經做過一些什麼 我曾經做過一些什麼 對,我曾經為了一個女生做些什麼 他以為是一個 Selling porn Selling porn 以為那個女生會覺得 哇,正啊 這個男生原來這麼浪漫 這麼肯付出 原來對不起 不是 因為女生會 如果真是一份拜你 跟你拍拖 就會比較 哇,你之前又為了付出 現在又不會 是 其實這個很無聊 這個應該不是第一次見 我想想可能他後面 其實甚至拍拖也不要問這些 甚至結婚也不要問 其實是有些多餘的 其實真的有多餘 這麼說 我會覺得這些位置 看關係去到多 close 你看看自己接受程度 如果你自己接受程度 如果自己接受程度是不高 你不要問 但我覺得女生 怎樣都會 會有調子 她要知道 她們要知道 但她們想知道 會問的 是正常的 但我不會這麼早 應該說你要衡量自己 因為聽這麼久 我覺得不關於是否拍拖 我可能在做事上 做人上 你適當時問適當的事情 是 這是認知的能力 我再告訴你 剛才最原始 一開始出來約會的女生 她們剛才說 很友善 很友善 很開心 好像做朋友 我一聽到做朋友 就出事了 你沒有那種 因為做事你 很大目的性 安排你見男生 就是想拍拖 為何你說很開心 好像是朋友 然後我問她 她說 男生會主動說 之前在這間公司 認識了幾個旅行 認識了幾個女生 然後女生又會說 之前在這間公司裡 認識了幾個男生 然後大家就聊到很開心 然後我就說 來吧 為甚麼呢 即是老主顧大家 有甚麼問題呢 第一 她們的潛意識 為何會覺得是開心 因為始終有一種戒心 就是我出來約會 即是我們上一代 就叫做雙體 是驚人的 即是沒有一個 可能會覺得 我好像不太好 如果我跟她 談到好像朋友 你自己放鬆了 感覺自己不像約會 所以她的潛意識 也有問題 第二個點是 我就問她 你通常 你去見完一個男生 之後你第一時間 你會打給一個人 你會說回 我剛才見到一個男生 我的男生也會 可能會打給兄弟 我剛才認識了誰 見了誰 即是女生會打給一個人 我說那個人會是你誰 就是你最最好的朋友 你不會打給你媽媽 即是可能會打給媽媽 你通常會打給你最好的朋友 說回 剛才我見到那個男生 怎樣怎樣 我說 這些分享 只會跟朋友做 你將這個分享 放在約會的場合 那就出事了 因為你當了她是朋友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真的不要做 即是你為了 可能令到自己舒服一點的過程 但最搞笑的是 那個女生 聽完那個男生 分享她之前 遇到幾個男生 她就問我 原來她認識了五、六個女生 然後下星期會認識 就會見看 我還有沒有一個價值 還有一個價值 所以問題 就會衍生了更多問題 因為其實你心知 男生去得到這些 不是那個情況 問這些事情 即是集中目的 立即清楚楚 即是是否就是 這樣就好好的 世界會簡單很多 沒錯 不要不複雜 但為什麼她贏 才會這麼低 還未到 還未到 她也不覺得自己輸 還未贏 還未贏 這些基礎是女生害怕 因為按照計 的人數上 是分不夠 一個女生分不夠一個男生 0.9多 2015年是1,000個女生 有855個男生 哇 的統計 很少 所以女生是比較多的 某程度上 你也可以選擇多一點 而且很實際的 就是男生 鼓勵 小公子 即是鑽石王龍 你都會選擇 發石王龍 你不要理 十年、二十年 到多少個闊度 都有 但女生 基本上 可能已經踏了三字 就開始已經 少了很多 很多的選擇 等一等事情 慣性只是向上數 現在向下也有 現在多了很多 有的 因為有些女士的保養 亦都很有趣 變得不太過分 差很遠 而且她們過了一個心理關口 例如高度有很大的突破 年紀有很大的突破 其實選擇相對會比較闊 但正常來說 心智發展來說 通常覺得男士 出來的女生會比較安心 不太 對 正常 正常是這樣的 所以變成女生 沒有辦法 不怕多一點 或者沒有辦法 不想多一點 知道男生的看法 當然有好處 當然 結婚了朋友 我留了一些時間 給Evin 剛才也說了 這是想尋的疑問 經過第四次已經拍拖 拍拖 上次家俊那集說 不是很大 你要走到結婚 還有一段距離 Evin 結婚也不是很大 對 好一點 不說 階段性的勝利 對 階段性的勝利 我們結婚的年資都上錢 不能夠 例如找到五、六十年 真的白頭到老 我們還未見到白頭白住 那就無法說 這個特別之後再說 但由拍拖到結婚 讓你找到一個 因為剛才說過 先拍拖才了解 怎樣可以到結婚一步 中間有些什麼要做 其他人都可以聽聽 究竟發生什麼事 其實 不怕說 我拍拖到結婚 那段時間 其實都是一年多的事 但是 速戰 不怕了 我現在的老婆 都曾經罵過兩次 說要分手 通常是女生 會比較激動 我堅持不會說這句話 我一說就是那句 真的要做 所以我堅持都不說 但是她是被我激動 她也說了 但我會覺得那段時間 我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溝通 還有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剛才我跟阿昌昌的分享 就是她有很多朋友 女生的朋友 我也是 其實有很多女生朋友 其實某程度上 我自己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我都會去調節一下自己 以前的社交的情況 當然 因為有很多時候 我太多的 例如拍戲 或者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女生 有約會 或者沒有空 其實都會影響我們的關係 某程度上 可能那些女生 也會覺得 究竟 你是不是真的喜歡我 你說追我 我現在是你女朋友 但是我又覺得 你經常跟很多女生 有時有Facebook 有時有很多事情 她又會有一些沒有安全感 安全感 對 女生的安全感很重要 她又不會跟我一起工作 她又不知道我的背景 有時我有空 就要跟她吃一頓飯 所以很多時候 她又會經常跟我講電話 要跟我講電話 三晚半夜那時候 我最不喜歡講電話 我很睏 我只會睡覺 我只會睡覺 但她就說 很正常 但她就說 不講了 你明白嗎 我又要堅持跟她講電話 你明白是女生 不明白 癡性動物 白色動物 紅色動物 就是這樣 所以我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自己也要調節 你願意去 對 我要改變自己 去接納她一些東西 和她去多一點溝通 但我堅持一件事 我跟她一定很早 拍拖前我已經講了 就是什麼 坦誠 我跟她說 我說 我們拍拖 一定要坦誠 有什麼的你告訴我 如果你覺得我做得不好 或者你覺得我有什麼問題 是令你不開心的 或者我不醒目的 不要緊 你要說 我說千萬不要叫我去猜 這件事是死定的 很多女生都知道這些 我說千萬不要 你不知道嗎 你不發覺嗎 你不是吧 那些就糟糕了 我說我喜歡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究竟你有什麼是不開心的 你有什麼是不滿意的 那就改了 改不了的 大家就商量 但是千萬不要放在心裡 不說 我們那一年多的關係 我都一直想要用這種方法 去解決問題 可以這樣說 因為實際上一定會有問題 去解決問題 以及去商量 有時候也試過幾次 罵完 到晚上我已經很生氣 很生氣 整晚我都睡不著 我已經很生氣 第二天 幸好他又沒有什麼 他又靜下了一點 他又發了一個WhatsApp給我 就說 昨天跟你談完 其實都不是說錯了 就是我的項目 都不是說錯了 但是 理性一點 然後我當然是男人 說不好意思 昨天我都惡了一點 或者我都惹了一點 希望… 我也覺得這樣的溝通方法 是互相去接納 就不會立刻說 或者你按一按一按一串 或者怎樣怎樣 就不會這樣 對 這是很成熟的 對 很明顯的溝通 因為我剛才說的 男士很多時候 溝通部分 有些如果是靜一點 都未必會那麼直接 但相對於女士 有一些又會覺得 嘞嘞嘞嘞嘞嘞 又是害羞 內向之類的 又很難捉到她出來 我首先想問 阿昌昌你身邊的女生 是屬於哪類 所以直接上去做 OK 這樣跟你談溝通 你會覺得她是… 要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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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是會知道那些人 甚麼都有 甚麼都有 最有趣的就是 可能她會暗示 她的暗示是怎樣 我那晚就暗示了給你聽 就死了 要猜的 要猜 其中一個月 我忘記了 有些很好笑的 我真的想知道 怎樣暗示我也想知道 因為她的暗示太低手 還是你的敏感度太低 我可以告訴你 我已經是很敏感的 而且我會猜你 想甚麼 我會猜你想甚麼 但如果我也猜不到 那你那個暗示 就不是暗示 挺有趣 我覺得 首先去訂立一些規條 可能兩個人的保證 我們一定是坦誠的 然後有些甚麼就要說清楚 有些不要讓我猜 這個是約法三章 我覺得可以的 如果兩方面去配合 是兩個人看著同一個目的 去進行這件事 沒錯 這是一個很難的 我覺得現在是很難的 其實都是溝通技巧 我覺得 為甚麼我特別說這部分 就算一般人相處 都未必懂溝通技巧 即是很方便知道 你應該知道 但其實你說出來 還有系統說出來 其實是不容易的 這不只是關不關的問題 起碼是其中一方 有這個智慧 或者有這個慣性 知道怎樣溝通清晰 另外一個容易跟 是的 我也有一個女生 曾經後悔 跟我說 因為她發脾氣 某些事 我都不太知道是甚麼 跟著就跟男生吵架 在街上 你知了 然後走了 跟著男生打電話給她 三次三天都不接電話 那隻你才可以 然後就散了 跟著她跟我談的時候 她是很後悔 後悔到哭 就是這些問題 你們的女生 不是說話 你們的女生 經常都要我們猜 猜甚麼 我真的不知道 是嗎 我知道 我明白 有這麼聰明的 就不會是老公 但我聽到一個女生回答 她說 你不覺得猜很開心嗎 如果你猜中了 有獎 有獎 不好意思 有時候我覺得我不好是女生 我覺得兄弟比較多 除了吵架 其實吵架過後也是一個技巧 如果首先有一方 有人經常說 她不對 另外一方又不肯低聲下氣 去認錯 但其實你千萬 或者你這樣想 你可能一方面是想認錯 但另一方面 你是很努力地圍繫一段關係 但往往就會是轉了牛角尖 譬如三天不接電話 有些行為 可能是一些人的底線 你做了這些事情 就已經碰到我的底線 就回不了頭 回不了頭 即是在街上吵架 然後女生很介意 就是那個男生走了 即是你把我罵了 然後幾天 我打給你幾天 幾天你都不接電話 那OK 那我以後都不打給你了 一定會有這些事情 所以這些是 因為我不肯定 之前我和阿蘇芬中聊過 因為現在的家庭是比較小的 即是兩三個 以前大家庭的部分 當然是看兄弟姐妹的眉頭眼睛 溝通是比較好 而且你要遷就旁邊的人 是習慣的 爭上廁所 大家都要 你不溝通就行了 但現在不是金波羅 一個兩個 全部父母是向著她 每個都是大小姐大小姐 就會出現這些問題 為什麼不打給我 平時人家是先找她 就是在一些很小的爭拷當中 就會出現問題 現在是否衍生了 很多個案都是這些 單單單 即是一兩個兒子 算是一個獨生子 或者獨生女 出現了這些情況 我覺得就不關這個現象 我覺得是人基本的 我抗拒剛才阿蘇芬和阿蘇芬 阿蘇芬說的技巧 阿蘇芬說的技巧 其實就叫做事情 什麼叫做事情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只是有個情緒 OK 只是表現了情緒出來 例如我吵架 然後發脾氣 三人不聽電話 只是表現了情緒 但我們就沒有很清晰 帶出事情出來 所以事情其實是 溝通的技巧方面 其實我會說了我那件事 像你剛才的約化三針 好像我自己的問題 我是一個完全分不出心的人 我做一件事 如果你跟我在街上說的 其實我會完全聽不到 甚至覺得你很滑 但女生是可以的 沒錯 男和女的心是有些分別的 但我跟我太太相處 最初就是 我做一件事 可能我在電腦裏弄東西 或者我講電話 然後跟我說話 我會發脾氣 我會吻的 就因為這樣來吵架 後來我真的壓力到 我的是我的問題 我會跟她說 其實我媽媽經常這樣說 家俊從小到大都分不出心 她做了一件事 你跟她說 媽媽跟我說 我直接進去走 不要煩我 專心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有一個叫做 trigger point 即每一件事 我可能是因為這件事 那個人有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 可能春春說 如果在街上發脾氣 走了 這件事我會很接受不到 很trigger 我會先說清楚 因為我有這樣的事 如果這件事 會trigger到我這個 point 所以我會有這個情緒 我是對著任何人都有 不只是你 包括我媽媽 或者我同事 我一個人都有 可能就是 可能缺乏了事情 先是 後情緒 那個溝通的方法 可能都不太知道 我自己的感覺 不太跟那個現象 可能都會有一些 剛才 有一點點 對 也有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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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會混在一起 很多時候 為什麼會罵家發脾氣 是被你先走了 對 沒有把它拆開 你EQ很高的 就可以 我們暫時擺放情緒 有多少個可以處理 而且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女士印象 這些部分 又是比較 容易 更快 變成了 可能女士也要想想 可能現在仍然在尋寒命當中 剛才所說的事 和情緒 是否可以去學習 處理更多 剛才 窗窗說過 你比較喜歡爽朗的女生 會不會 反而就像這一類 有時候會說道理 你會比較容易接受 如果遇到一些 說感覺 或者你覺得 古怪一些 可能情緒比較重 你會不會 也不是 是的 其實我的接受力是頗高的 頗高的 真的很好 為什麼 很男生 很男生 大家不妨可以 考慮一下 而且最看到的人 你不只是問 是一路過程多鐘 來感受她是什麼人 我們不小心收到你 其實她 爽直是一個吸引的地方 你說她很文靜 其實也沒有認識過文靜的女生 也有 因為想追認識文靜的女生 然後會做些什麼 我會去看舞台劇 即扮文靜 我會去看 我這麼大個人 我都沒有想過 我會去看芭蕾舞 即是認識我的人 會覺得很厲害 很有心的 那些女生 就是看芭蕾舞 文靜 也有很多方面 對 但是 我第一次聞到這麼貼 然後你說她很歐過人的 行山 我自己也會做 其實我會很配合你的 但是你配合我的時候 我希望我配合你五次 你可以配合我一次 但我沒有這樣說明 可能我欠缺的就是 沒有說一些我想要的 或者我自己的感受 你那個其實挺有趣的 我有說的 反而是 我出去吃飯 我會看人 我通常都是聊聊聊天 或者生活日常 但是你說很深入地 去介紹我自己 給對面的人聽 我小的 我小的 通常 因為我不是很習慣 說自己話的人 可能這是原因 在聽話的時候 對 我產生不少誤會 我是要等你講到 等你問到 又是等對方 不不 即是說開 或者抹道 或者抹道 所以才會說我自己的 我也是這樣 基本上是挺好的發言 對 不過又這樣說 即是家俊所說 你都要知道目標 就不是女生 你認識了 你都說了你的話 其實你都要想 你都要有些事情 就是其實你都要知道 你自己什麼時候 找到那個 是對的對象 或者有興趣的對象 你知道你太多 女性的朋友 或者幫你一起合作的 合作 但是其實你覺得 如果那個女生 已經可能 有些機會的時候 那你才會 去表達自己的事情 不是每次都去 全部都說完 還有我聽朋友說過 當你身邊 身體一堆女生 朋友的時候 如果 假若他真的 那麼特別的話 你是要特別地 將他擺開 是的 是的 剛才剛才說 不要放在好朋友的 那裡 其實 我們男生有時候很奇怪 你好像魚翁殺網 很多女生 但是那些女生 其實在某程度上都會知道 也會看你的Facebook 有時候可能會知道你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特別地 多點讚她的東西 寫她的東西 怎樣做 是特別一點的 其實她的內心也會開心 其實她也會有感覺 對 就算那個人 對你有好感 你讚她 也會特別重要 對 因為每一個人 渴望被關注 對 這是最基本的事情 對 但你剛才說的方法 就是 因為 你不斷讚讚讚讚 其實 都是表現到 你是不是對我有好感 對 對 沒有去到 這也是一個 挺好的方法 對 挺好的方法 對 如果不是 為什麼阿珠阿九又不斷喪禮 有些事情 當然是有些事情 對 其實我們男生 都很害羞 我們都不喜歡吃檸檬 大哥 每個人都不喜歡 不是 但有些女生 會覺得你應該要吃檸檬 男生 為何會不吃檸檬 她一定是很漂亮 我也不知道 她會覺得很自然定律 自然定律 我有一個 朋友也跟我說 她說 男生 不懂得找餐廳吃飯 不懂定位 不懂那些社交技術 是有問題的 但我告訴你 現在很多宅男 真的不懂 對 不奇怪 我也不懂 我問你做主動一點 她就會說 怎樣主動 我問你不是跟她說 我最近在Facebook 看到什麼都好像挺好的 對 或者我都喜歡吃意大利菜 給她一些訊息 讓她去幫她 減輕一下 但她的訊息是什麼 你知道嗎 她就說 一個男生連訂位都不懂 要不需要我幫她訂位 然後我訂位 然後叫她去好不好 她的反應很大 她也是單身的 她也是單身的 但她是想追求男生 所以繼續努力 她是想追求男生 她是在約會朋友 因為有這麼少的東西 但她是這麼少的東西 她都不接受到 不好意思 我上集也有 上集是在咪後說的 是 我也有一個女生 是 我上集都是 期望的問題 是 期望Ibank 不是 那個是Ibank 我上集的 我咪後說的那個女生 也有這個問題 一個女士也是這樣 一個電話都是 怎麼搞的 去我吃飯 居然叫我去想在哪裡吃 我都有這些問題 我不肯定 基本上她這些是 一般的社會性 其實正常作為人是要的 但是是否很多人錯過了 背後究竟這個特質是甚麼 譬如我都試過一些男士 想看照片 一看我的樣子 可以與不可以 但沒有問她之後的事情 我也明白 所以首先有感覺 我明白的 你們說過 男生的感覺很容易 很容易 但實在 女生看男生 反過來 她有沒有再留意一下 她男生的背景 可能她不是那麼社會 她不會是正常的 她又封了自己的盤 又不夠男生去洗 相對地 可能有些女生 沒有去認知這部分 仍然停留在基本表面 因為有些人 對方這樣說 如果你找一個 假設 又不要出去 殺殺滾 又不多 古靈精怪的東西 假設是比較好 那就不需要這些正常 是否這樣 可以開脫這件事 她又要找你 很實在 你說甚麼都懂 好了 又訂位 又有私人 自己送你 她能接你一個 自然接另一個 沒錯 很正常 變成是否他們 很大的矛盾 你的客人 如何開導那些 矛盾的思想 的女生 正如上集 我也有說過這件事 可以再補充 其實 說得差一點 你真的 面對自己 你的條件 你自己自在 本身有甚麼條件 我會跟他們檢視一下 他們自己有甚麼條件 我想他們好像忽略了這一步 永遠就是向外尋 向外尋 沒有去看自己 最初說 這麼特別的事情 對 所以我想 正如我所說 做了老公 是正常的 對 雖然是甚麼 你都要計算 說得差一點 雖然是要感覺 是基本的 但你要生活 生活 你也要問 如果你很介意 你隔壁的那個 可能有很多女生 你會受不了 那你不要找一個那麼充滿 但你又不可以再嫌他 他不懂得去訂 是正常的 其實是思考的部分 說得很對 就是他們所謂的抓條件 其實他們不清楚 那些條件 像你所說 他喜歡社會 可能他的意思 社會是對我 不是對其他女生 對 因為他可能見到窗窗 說他很棒 很社會 很話題 對我 有個這樣的男朋友 他們去做 那些條件的時候 往往是 只是想自己 可能他們錯誤了 我喜歡蘇手部 原來 不是的 你是對著我蘇手部 其他人不是的 可能很多女士 是誤會了自己的 那些 雖然我剛才說 男生可能也要改變 男生也要 可以完全改變 這集是男生 我等你們說 變成不是都有東西 如果你改變了 我覺得男生要學習的 是甚麼呢 剛才你有提到 你說你這個太太 跟她拍拖 說過兩次分手 其實男士真的不說 男士說真的會做 男士說真的會做 但我覺得男士要學習些甚麼 因為女士是喜歡 將一些詞語 去誇大感受 是 沒錯 感受 我是說分手 其實她不是 只是分手 不過我用分手這個字 這個真的才能中到我現在的感受 是 因為他們是要表達的 有時候 兩夫妻或者男女朋友 吵架 最常見就是 我講一個例子 可能那個男生 可能那個女生 回去跟老公說 我今天 去午餐 去經過商場 看到一雙鞋子很想買 不過 我很激氣 留了一個銀包 在辦公室上 沒有拿到買不到 那男人聽到會怎樣 即是說 我都說了你 銀包當然要 隨便帶起來 又是這樣的 可能女人聽到 其實我是想 抒發我的 情緒 真的買不到 那種感受 但是男人一聽到就是 我要幫你解決問題 你忘記帶錢包 我就幫你解決問題 你就以後帶錢包 你每次都是這樣 但是女士就覺得 來吧 我是想表達我的感受 所以 他們說分手 其實不是真的想分手 是因為 找不到其他字 可以代表這種感受 尤其是在拍拖的時候 情緒時限是特別明顯的 他不是那麼理性的男人 你不要亂來 我們男士 我覺得要學習的是 其實他們是 對情感的感受 我們有時候 可能要包容這方面 對 要把自己 說多一點情感的事情 我的感覺 可能男士也會濕濕濕濕濕 有什麼想法 就會不出聲 自己會解決 明白 但女人在外面 就不知如何 可能問你為什麼不出聲 你是不是當我們不在一起 你是不是覺得不重要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下山二千次 你才知道我講什麼 我也看過很多 句子就是 女生是用口來想 男生是用腦子來想 這是個分別 女生一定要一直說 才可以想到 然後去整理思路 通過說出的東西 然後慢慢再整理 通常說完 之後才說 我講了這些東西嗎 其實我也不太記得 但我男生是靜下來 聽你講話 你每說一句 我都在聽你講 就是想要解決 就是想要解決 我想這個在某程度上 都要了解 兩邊 不是你自己的男朋友 或女朋友的特別 這不關事 根本是男男性 男女性的心理 或心理 對 對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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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遇到一些男生比女生更多 都會有些很另類 但如果不是正常來說 雙要都要了解兩性的分別 因為男性不出色 不代表他不想告訴你 可能是他自己消化當中 或者是未能處理 或者像你所說 一些情感上的問題 你會解決問題 你講了很多感覺出來之後 他不能給你一個感覺 結果你不要生氣 女士也可能要多明白男士的想法 因為我想在職場上 或是他們經常溝通 你很少會被關注這些位置 你老闆不告訴你應該的 或是同事不會這樣反應 他們可能在家裡 未必看到那麼多父母的關係上的問題 所以便用了那一套直接用來拍拖 我不肯定是否這樣出事 但韓劇或其他節目 是誇大的 而且你要留意 觀眾群一定是女性 所以男士永遠做多了很多 你覺得男士沒有可能做的事 對 或是你親吻後面有煙花 或是我來自猩猩的 你明白 有時女士沒有辦法 在日常生活當中 不能夠滿足到 唯有看電影滿足的浪漫 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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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自己的老公 或者男朋友 落差很大 哈哈 因為現實 你說遇到那些男士是有的 我也遇到那些男士 真的興建成了整壇 我也做過報警版 即是求婚或是浪漫 我想很多事哄女朋友 你覺得萬中無日 不太多的 有 但你是否這麼幸運的一個 你又要考慮這件事 可能兩邊是溝通 一邊是對事實的落差 所以剛才嘉俊說了很多 真實的情況 是很重要的 哈哈 怎麼說都會知道 譬如大家覺得 阿昌昌的感覺上 哈哈 應該是很多女朋友 但她的老想法不是這樣的 原來是 股食會升高很多 當然 而且我想這樣的 我不知道 我都是比較 我經常說老一脫的想法 也有問題的 即是很奇怪 你看我現在坐在這裡 好像沒什麼 但可能在一些場合上 你第一眼看在我身上 你會有兩個字 放在我身上 發心 即是這些 形象問題 是的 即是你要英俊 或者你要 你的樣子 要回不上下的 但好了 到有的時候 接著就會 即是那些東西就會 會後面拉著過來 一抽過來 變成 就算很簡單 或者我真的想跟你 認識做個朋友 或者聊天 然後你自己會想很多東西 女士是很多幻想的 尤其是Stereotide 即是定格來 標籤了 你這樣的樣子 這樣的形象 一定是化心 已經死了一半 我也想知道 什麼叫做化心 穿隔仔衣服 就是隔仔衣服 比較適合分界 更適合分界 她也穿隔仔衣服 叫做不化心 但有時候 我想回到這樣說 其實現在的社會 看樣子的東西是很難的 是的 即是否要接受 很難避免的那些東西 是的 因為溝通也不重要 要忍耐而已 那是很重要的 可能你要戴眼鏡 就會比較斯文 真的 你不覺得戴眼鏡後 人類會比較不同 會比較穩定 可能就會吸引到一些 壓倒人 遮掘頭髮 是的 首先 現場裡面 真的可以你沒有戴眼鏡 我真的是老花 我也是老花 我也是老花 我也是打眼鏡 真的 這樣說 女士有一點 可能見到男生戴眼鏡 那種斯文程度 是比較多的 我本身是戴眼鏡的 戴抗 是因為做事 工作注意 是的 但形象上是很像斯文一點的 因為我不知道 女生回到處 很多時不戴眼鏡 會比較漂亮 我可能男士會覺得 所以回到處 女生很多時都會不戴眼鏡 這個大家也可能認知 真的 可能你找到戴眼鏡 在那些場合找 還有剛才有提及 很多人會有錯誤認知 會不會在你戴的地方找到那些 例如你想找一個中生伴侶 你真的拿過戴方戴的 你是很難去相處 會不會和你周遭的來源 客源的戴眼鏡 社交的難省 是一個資源的問題 不是的 我圈子都很廣 例如呢 霸雷姆也有了 這麼安靜的 我覺得是 可能我一個 我當自己是一件產品 哈哈 今天也很像 太遠包裝了 你放在超級市場上 有什麼人會過來拿走這件事 當然他首先需要這件事 或者是他需要這一類的東西 然後他才會過來這類型的看 然後包裝 說包裝 包裝可能很漂亮 我這個放在第一位 金光閃閃很漂亮 然後看看裡面 這麼快是過期的 可能就會放下 然後那個 很棒 我也是這樣 所以就是 聽到今晚說 今天嘉峻上來 上來看看 其實有什麼問題 我好奇的是什麼 我好奇的是 不差的 我知道自己不差 我也不是急的 但為什麼 為什麼在若干年 若干年數裡面 未能夠成功地找到另一半呢 我有時候在想 是不是我的問題 或者是否真的 聽到一些女生朋友說 我身邊有太多女生 女生會吃醋 我知道 但是我很肯定 如果我真的拍拖的話 我是會少的 自己避忌 對 因為我知道 反過來 我認識你的時候 你身邊有很多男生 到我跟他們拍拖 你還是跟外面那群男生說 我當然會 反過來想 有時候我覺得 有些事情走不通 就是因為 你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你沒有想過別人 所以我是想兩邊的 或者 又可能真的那句 我想太多 讓我想完 變成沒有事情 都未進行 就已經讓我想到 完了 想到完了 我不知道 我不肯定 因為我經常對著她 我經常說 我說你要求高 要求高我不是說是外表 我覺得她已經成熟了 她的思維 或者可能是硬性 所以要求沒有以前 就是小的時候 一定 就是 橙頭髮戴緊 沒錯 反而我不肯定 是否因為思維上 可能有些事情的溝通 因為再有另一類的 可能我不肯定男生 有些女生都會覺得 可能我溝通到 我經常說 我的朋友都說 溝通到 即是溝通到 可能是不只是說話 很重要 可能某些的看法 或者相對的東西 起碼大家先去談 談到 即是有一些這樣 變成了 當你去到這樣的情況 真的最可憐 可能是看不到的 你真的要再下去 的時間裏面再談 但這些人多不多 我不肯定 所以我經常笑 我會想要求高 我會想 我會看到她的轉變 例如你 家俊 你的Client的時間裏面 其實找得你的 其實是多不多 要去到這種層次 還是要養 KKKK的問題 你說女士 男女 即是溝通到 要去到這樣的要求 有 有 你又覺得她是否真的溝通到的人 對 就是問題 其實她自己本身的溝通能力 都出現了問題 我覺得你要求對方 其實你先要求提升自己的溝通能力 要不然你永遠都找不到 但我想回應那個窗窗 我自己覺得 即不是說你有問題 大家公開地探討 我反而覺得是 我剛才說 我覺得你的要求高 或者怎樣 剛才Manda 就補充 可能你成熟了 但我至少和你聊了一個多小時的 我覺得給你剛才的產品論 不是說挑戰 我反而是這個心態影響到你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誤會 可能你把那些產品 那些產品是你自己 但其實我覺得你應該要抽出來 其實我是要做客人 而我不是做這隻貝 我想可能 即是你被人選 你被人選 我頭只是純粹亂說 可能像是你有這個 你索了出來的原因 有這個概念 我覺得你應該要做顧客 去看看其他產品 你覺得他是不是不夠主動去走 不夠主動去走 可能我就放在那裡 可能我可以 我可以把自己放在那裡 讓別人來看 但其實我們應該要去看 欣賞別人的歌 可能這個不是說有問題 心態的反變 可能是潛認識我剛才的意思 即是你勇於去試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成功或失敗 雖然可能會失敗 但起碼你會勇於去試 而且究竟那個口味 是不是真的適合自己 你不就拿去買來試試 其實可能短頭髮也很好 你不知道 我嫁了之後才剪掉 我跟那個師傅的頭髮 是嗎 即是這個意思 即是我現在也不讓我老婆剪頭髮 她問我剪頭髮 我不行 這些是沒得說的 我老婆很苦 其實我老婆也不想我剪 我也是 這些就是我們的朋友 各位未結婚的女士 你先想想不要剪頭髮 OK 我上次剪頭髮可能可能都是假的 OK 很實際 剛才阿昌昌也說了一件事 她又不是很心急 可能要放在這裡 某程度上 如果你有目標 你會主動一點 你做了行徑 所以會主動一點 如果有些人覺得我這間沒什麼所謂 等等的事情 是真的會遭到被動的位置 除非你真正能吸收回來 對 如果不是你那種主動 就真的可以看你的需要 是的 但因為我不知道 譬如這間是否很多人 是沒有那麼有需要 因為之前說的 有聽過的說法 我剛才剛來的說法 譬如我的女生已經是四高 她沒有需要的原因是 她的愛是來自她的家 她很小的家人 一隻隻隻隻隻 已經到達爆炸了 她已經很忙 她真的沒有很大需要出去 男生可能因為擲得久 就覺得很煩 甚至有些可能是單身很久的 覺得自己很自在 不想犧牲自由 是的 以前可能狗特少一點 現在好像多人多了 因為以前可能是因為要傳宗接代 他們想說是 其實人類的規定 其實這件事沒有變過 你的社會有壓力給你 到了某個年紀 你的成家立失 否則這樣很不正常 是的 但現在好像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男生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 其實我也有想過 不結婚沒所謂的 不是問題 你開心就多了自己 生會得開心 你可能找一個回來 跟他經常吵架 原來發覺不合 或者又要什麼什麼 這樣就更麻煩 我覺得男生會有這樣想的 可能有一段時間想結婚 結不了了 找不到正確的 然後又擺開放下 然後他就覺得自由一下 挺舒服的 沒有人管 或者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生活 沒有問題 是不是 但是女生 我覺得他們會多想結婚 成家庭 去到某個年紀 可能就開始放棄了 是否你的資料是女生相對 女生多一點 剛才你提出現在社會比較流行 有一句單身主義 現在我在Facebook都經常見到 獨立 我個人是不拜的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 每一個人出生 就有一種共性 即是共生性 即是我們會跟我們的媽媽依賴 所以我們會跟我們一起出生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愛去結合 例如我們有父母的愛 有兄弟姊妹 有朋友間的愛 有戀人的愛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需要 因為我們要用這個愛來做一個 bonding 連結我們人和人之間 我自己不太贊同單身主義快樂 我覺得其實因為現實的確令到 有所謂的中女或成女 有這些人 而他們要面對現實的時候 不如我就拿個次需要 次需要可能是朋友的愛 家庭的愛 等等 我又不能說次需要 即是戀人的愛我得不到 我不可以完全沒有愛的 我們人生 因為是 bonding 去 connect 那我就用家庭的愛 朋友的愛 等等的愛 來滿足自己的需要 但就不是說 I mean I'm not by 是說我單身是 I mean 單身就 不要拍拖了 不要結婚了 我維持一個單身就叫快樂 因為我不太認同 也不多 我也有 有些很有條件 是因為太有條件 有些是沒有條件是沒有辦法 那就變成那一種 但是久而久之 我不肯定 剛才你所說的 我經常都覺得是有溝通 即是現實的原因 等等的事情 以及跟其他人相處 因為比以前 即是男生 一次你又不理我 兩次又不理我 抗壓能力 覺得 唉 很挫敗感太大 就不敢再去 有些是會比較載弱 變成他就這麼煩 就不要找 就是本身是男生 變成久而久之情 我經常怕人類滅亡 因為拍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你要 reproducer 有需要 所以這些部分的事情 我想在某程度上 今天講不完 那小時後找了阿嘉俊 還有今天找了男子編 今天是男子編的部分 聊到差不多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再說下去 但起碼發現了基本的問題 我聽到的就是 即是未拍拖的朋友 即是一些看法 或者是否即刻需要 但另一個很重要的 譬如今天 我們結婚的朋友 都會覺得一些溝通重要 我想這個部分 但溝通不只是拍拖 我經常覺得 嗯 在日常生活當中 在人事關係上 還有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不要看自己 是 我想在任何情況之下 我想不就是拍拖 朋友和同事都可以 只是看自己 其實很難令到別人和你會有 在拍拖的時候 就是惡目者民 對 對 所以其實結婚後才更重要 是 另外一個題目 不能說太多 時間都差不多了 好了 今天聚言堂來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阿嬌 謝謝小兄姐 你也追究了這些題目 那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拜拜 拜拜